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步的话就是我们取下这个防尘帽 看一下这个螺纹上面的话是否有损伤 第二步要检查的就是这个底部的垫片 它是否已经垫平 那么第三步需要检查的部分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白色的一个释放法 我们通过按压的方式来进行检查 看它的回弹是否正常 那么第三个要检查的部分的话就是这个瓶子 氧气瓶 氧气瓶的螺纹看有没有损伤 如果说检查的OK的情况下 我们再进行一个连接 连接的话这里一定要把这个瓶声和这个呼吸头扭紧以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就是进行一个气体的一个填充 然后大家发现我们的这个包装盒里面的话 还会有一个配件包 那么配件包的话呢 它里面有两个配件 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绿色的O型圈和一把小扳手 那么O型圈的作用是干嘛的呢 就是它作为一个备用的一个皮圈 因为这个皮圈的话在我们使用频率高了以后 皮圈如果说我们发现有受损 需要进行这个皮圈的一个更换 那么这个扳手的作用 它是来进行灵敏度的一个调节的 调节灵敏度的话 我们先要打开这个上盖 然后取下这个按压片 然后再把这个阀往上打 立起来以后 然后这个我们发现这里的话 有一个小型的螺丝 然后用那个螺丝刀来进行调 调节它的灵敏度 这是我们呼吸的一个灵敏度 顺时针方向是调节它的这个更高的灵敏度 那么逆时针的话是调低它的灵敏度的 那么调节好以后呢 这个地方它调节的时候一定注意是微调 装回以后按压两下 看它的回弹是否正常 然后包括这个防御片装出去以后 按压两下看它的回弹是否正常 最后再定屏这个胶垫 装回它 按压两次 操作完成 接下来呢 我向大家来介绍这个气体的一个填充方式 S300 它的填充的方式有三种 一种的话呢 是大屏倒小屏的一个填充方式 另外第二种的话 就是电动打击器的一个填充方式 第三种的话就是使用高压气筒来进行这个气体的一个填充 我先向大家介绍第一种 这个大屏倒小屏的一个连接的方式和使用方式 这个的话是我们大屏倒小屏的一个连接器 上面的这个旋钮的话呢 是用于固定的 那么边上的这个旋钮是用于泄压用的 首先我们连接上气瓶 这个顶部的这个旋钮 固定旋钮 一定要把它扭紧 扭紧的同时 然后我们关闭泄压阀 然后再取下防尘帽 连接 氧气瓶 连接的时候 8号米的母头这里的话 一定是要往后拉一下 然后对接上以后 然后再松开 它会自动的回弹 然后我们再轻轻的打开释放阀 进行充气 充气的过程 一定要注意 一定是慢慢的扭开 然后打的时候 我们的最高压力的话 不能超过200瓦或者是3000PSI 充气完成以后呢 我们先关闭这个旋钮 打开线阀 再取下我们的瓶子 充气完成 第二种充气的方式呢 跟第一种的话 基本上也类似 先我们取下防尘盖 然后连接好气瓶 再关闭 卸压阀 打开机器 进行填充 填充完了以后 关闭电源 再卸压 卸压以后 然后再取下气瓶 再盖上防尘帽 这是第二种充气方式 第三种充气方式的话 就是用高压气筒来进行填充 取下防尘帽 然后连接好呼吸器 扭紧 卸压阀 再进行一个气体的填充 填充完以后 也是要先卸压 卸完压以后 然后再取下这个连接器 盖水 完成帽 充气完成 当我们采用这三种方式 充气完成以后 有两个细节一定要注意 充气完成以后 一定要先卸压 第二个 它的使用压力的话 我们是引进超过3000PSI 或者是280的 使用完以后 用清水 冲洗这个的瓶声和瓶头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将鱼器释放完以后 扭下瓶声 一定是不能带气压 然后进行存放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轻便